各位好朋友大家午安 把麥克風喬好 近來橫手公開談話的總統蔡英文 選在上任100天之前 借著和媒體查詢 趕緊把話說清楚 我不希望別人用100天 來評斷我個人執政的成敗 同樣的我也不會 只用100天的時間 來評論內閣閣員的表現 改革需要時間 我不會因為短期內看不到成效 或者因為推動改革很困難 就輕易的退縮 先打預防針 100天的成績單 並沒有讓民眾滿意 近日還因為向國道收費員 妥協引發爭議 抗爭落幕之後 這個社會有多了一些家庭 重新展開他們的人生 這就是政府存在的目的 有人說這叫做會炒的就有糖吃 不過對一個政府而言 炒不是重點 炒的有沒有道理 政府有沒有在聽才是重點 自詩溝通團隊 但蔡英文被譏諷是神隱少女 對民意沸騰如太平島主權問題 也都是輕描淡寫 有一個聲音希望您能夠登上太平島 去宣示主權 那當然啦 發言人之前也講過很多次了 那您可以自己說一下嗎 謝謝 您是說不排除 但是現在沒有規劃是不是 對 但是可以不要只有這句話嗎 現在沒規劃 未來不排除 蔡政府的一貫話術對應到兩岸問題上 似乎還是空泛 這個問題沒有什麼特效 或者是聰明的回答 只有一個老實的回答 也就是說我們在520的演講 已經盡我們所能把雙方的立場拉近 過去三個月看起來基本上兩岸關係 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情況 那麼交流 我們沒有刻意的是限制兩岸的交流 那麼雖然在這個階段 或許正式的對話的機制 沒有恢復 但是在很多的不同層面的溝通 其實都還是持續在進行當中 九位共識的題目 蔡英文不動如生 相對之下執政對策 隨風搖擺 法家萬一轉再轉 蔡總統的笑容背後 應該有更多嚴肅自行的思考 據張凱亮 李逸玄 SNG小組 台北報導